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危险 画面上面这辆货车开到一半 突然停在马路中央 车上的驾驶疑似汉副驾驶站在吵架 他人甚至还直接走下车 似乎还有更激烈的争执 那么殊不知这辆货车继续往前开 却突然往右偏 但这时车门没有关好 导致副驾驶族的太太 以及他抱怨身上的女儿 两个人是一起摔出车外 事后民众看见是急忙报警 救护车也急忙赶到 发现这个母女手脚都有擦挫伤 急忙把人送往医院治疗 那么急忙事后了解 原来这段夫妻疑在车上 因为小朋友打翻了工具盘 在车上大吵 那么最后才会导致 这起摔出车外的意外发生 至于小朋友没有坐安全座椅 也将会依法开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